嗨,大家好,我是FraVintage,欢迎订阅一个店的店主 其实跟很多人说说为什么干燥好像很贵 我相信也有很多人很好奇这一点 所以今天就来来跟大家分享干燥的自成跟原理 请看为什么会比较贵的店主 在店主桌上有两种玫瑰 一种是一样的玫瑰,一种是干燥的玫瑰 这些玫瑰其实大家都知道 新鲜玫瑰就是它有一定的臭命,容易腐烂 干燥玫瑰经过干燥之后 它可以延长到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那为什么干燥花会比较贵的原因 其实很明显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它制作的方式其实比较复杂 第二个是它的来源大多是进口的花材 接下来我要分享的两种干燥的制作方式 一种是大块骨干 第二种是干燥机干燥的方式 那干燥风干的方式比较是地主桌子 比较常使用的 它可以维持花的比较完整的水壮 那干燥机用干燥的方式呢 大部分以花头为主 只过它颜色上面会比较保留 比整个风干的颜色会更好看一点 可以说干燥花为什么会比鲜花贵呢 其实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是干燥花大多是以进口为主 第二个是干燥花的制成其实比较反复 而且可能会造成很多花材的耗损 那种人以上的原因也就是干燥花的价 这几些花会造成很多 那希望这次的分享 祝大家可以了解压照话 最喜欢压照话 那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